我们来看这张图 好 对 很有意思的图 对 它有一点界限 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是跟国小的孩子 就开始做这些互动 然后看他们怎么画 那觉得非常有意思 真的每个人的背景 跟我们的体会会不太一样 不过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原则会比较相同 比方说我们刚刚也看到很多人 会在你穿游泳衣的地方 那个是你觉得特别的部位 对 也许是屁股 后面也许是前面 但是总之就是你会 要去遮掩的地方 那是比较私密的 好 那我们会从小就告诉孩子 这个地方就叫红灯区 叫近区 对 那有一些部位呢 是比较敏感的 就是当你触碰的时候 它会带来其他部位的一些反应 对 心理的啦 或者身体的那个 经过刺激以后 它会产生一些反应的 就叫敏感区 那么有一些部位 就是比较叫公开区的 好 那我刚刚看到大家画的 就是我们是比较是成人的 那我稍微 他就去讲一下小朋友的 非常有意思 有些孩子很小 他就已经很清楚 比方说他的脚 我们刚刚有说大腿啊什么 我们那些小孩很好玩 他会画内侧跟外侧 你说外侧外侧有没有不一样 有 有耶 有 对 脚背跟脚 脚跟有没有不一样 有 你特别去碰那个脚背 就是你有特殊的意图 那脚跟有的时候 他们说玩啊玩啊 不小心就会踢到 所以其实对我们自己的身体 有个敏感度 有个了解是很重要的 所以像有一些部位 好像刚刚好像有人有提到那个头 摸头发 他说那会不会变笨 那是聪明的地方 对 不是 是怕发型弄乱 不是怕变笨 总之就是说你自己会有一些摄影师 那有一些部位呢 像那个比方说口 刚刚说接吻嘛 那你知道那个口 其实你有些是礼貌性的吻一下 他们在国外很多 说再见的时候亲一下 都是很普通的 不管男生女生 对 对 可是如果你说是舌吻 在里面在那里 你的身体其他部位就开始启动了 就好像你开汽车 它在暖车了 那你就一定要发动它 你就会开走嘛 所以它就会带来连续的效应 所以我觉得是 我们在画这个不是在做那种 好像很那个 什么规定你一定要怎样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人是一个很有机体 我们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存在 对 但是我们至少要自己要敏感 我如果这样做 接下来会有什么后果 对 那我觉得 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跳脱出来 再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谈男女朋友 其实除了身体的界限 我们会去想 其实我们在感情的发展 它有一个心后秩序 有一些是属于心理的亲密 我们关系上的亲密 那个应该优先身体的 所以刚刚有人讲说 就是不小心嘛什么的 那就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真的在那个关系 还不到的时候 那个身体给出去 是会有记忆的 比方你一个屁股 给人家这样碰一下 你都会记忆说 谁都不准碰了 对不对 那这方面我们女生 特别女生 因为女生会更在乎的是 那个关系 所以女生会因为 我已经献身给男生 他就要求男生的忠诚 可是男生因为 你要求我忠诚 他就烦死了 他就开始说 我是觉得我是真的很爱你 所以什么 可是他就做不到了 就是我刚刚讲 我虽然有那个诚意 可是我觉得 实行起来太困难 因为他感觉被你绑住了 这种记忆会影响到 后来的婚姻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十次革命才成功的 可是他十个女朋友 通通发生关系 那后来他在婚姻里头 他自己承认 他说 你知道我常常觉得 在床上有十几个女人 在我的床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好像一个很保守的 很道德性的 不是 它是因为我们是人 人本身它就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 有情感的 我们的情绪 情感是会有记忆 我们的身体是会有记忆 所以这个男生他讲 他说不只是我觉得 有十个人在床上 还有我觉得一个损失就是 我本来可以有九个 最好的女性朋友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 跟他们有任何的联络 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很可惜的事情 是 梁晴哥